如果用八字和紫微斗數 通常就問妻才子錄 我們歸類這四樣東西 今年又不同了 今年有很多客人因為肺炎病的時間 他們都會問自己有沒有機會染上時疫病 例如會不會有機會 可能在紫微斗數的名牌裡面 看到一些星系的組合之下 他有機會染上一些時疫病 又或者去年經歷了一些社會問題 可能他會問今年有沒有機會移民 或者離開自己的出生地去外地發展 譬如有些朋友都問過 譬如台灣、英國、美國 會不會很利他發展一點 我都會幫人看這類型的東西 其實有些人不只是為自己一代 究竟我的子女會否在這裡適應 有沒有機會發展 可能他其實不是辛苦自己 他是想辛苦自己這一代 而是為他自己的下一代謀一個出路 是一個好的年份 因為明年其實都是一個相對地較麻煩的一年 甚至乎可能最快都要去到2022之後 我們才會有好一點的 無論經濟或者無論社會上 可能穩定性的發展 可能都要在2022年打後 相對才會好一點 所以明年都是一些比較認難而上的一年 其實逢親庚子年的時候 每一個月份來計算 我們用基本的概念去告訴你 就是如果我們以天干地支 剛才你說過的問題 我當天干地支的五行 仍然都是金木水火土 逢親庚子年裡面 他十二個月 大概有九個月 天干地支都是雙黑的 無論社會上 無論大環境上 都是比較偏向於不好的居多 所以正正是因為這樣 我們普遍逢親庚庚子 無論是歷史上的事情發生 或者怎樣都好 你都會覺得 好像都是偏向於不好的方面 未必一定我們用迷信這個概念 而是我們用數據上告訴你 就是逢庚子年的月份都是不好的 大概明年新丑年 如果一年來計 大概又是這麼巧 有六至八個月左右 都是不好的 庚子、辛丑 都是相對地在捱的一些年份 最快可能要去到任人 甚至乎打後才開始更好